-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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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re Trader- 開個Live 聊聊天啊大家 - 打個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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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今天會- 呃- 即是- 給多點時間- 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 暫時今天會- 呃- 即是- 給多點時間 - 大家問問題吧- 那對- 炒金啊- 這些有些什麼問題呢- 就可以問一下的- 這樣吧- 那有什麼問題都可以- 想想然後發問的- 對了- 那我是- Rare Trader 的 Henry 啦- 對了- 那 - 講座啊- 那些都是我跟- 呃- 平台那邊的朋友一起講的- 到時- 對了- 對了- 這樣吧- 對了- 那剛才都說- 那為什麼會做- 呃- 會玩金市啊- 會Trade金呢- 或者會玩- 會- 金市會市呢- 即是同一個市場呢- 其實- 為什麼會玩外匯市場呢- 呢- 會玩外匯市場呢- -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是- 呃- 全世界的- 全世界啊- 不只是一個香港那樣玩- 啊- 全世界- 對了- 只要你有得上網- 呢- 都可以玩的- 這個市場- 對了- 你都可以加入的- 無論你用哪一間的交易商呢- 你都可以加入這個市場- 對了- 即是- 譬如你買港股的市場在香港- 對了- 那就四點收市啦- 晚上 - 晚上就沒東西玩的- 那有些人炒美股就炒晚上啦- 但今時呢- 你早起床或者很晚睡覺呢- 你都可以玩的- 對了- 那這個市場是24小時不斷運行的- 星期一至五啦- 對了- 這樣吧- 那每日交易量- 其實就五萬億美金- 五萬億美金- 五萬億美金- 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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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日交易量-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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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記錯- 就-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量- 應該是- 應該是- 一千幾百億- 差不多吧- 對了- 那五萬億- 就是每日交易量- 對了- 那就變成沒有大戶啊- 啊- 沒有裝家- 對了- 什麼做股票- 啊- 控制價格呢- 對了- 變成呢- 就沒有大戶啊- 沒有裝家- 是的- 對了- 即是甚麼做市啊- 啊- 控制價格呢- 呢- 對了- 對了- 就是沒有大戶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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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誰會有一塊錢可以控制到五萬億呢? 美金 即是差不多四十萬億港幣 那誰會找這麼大塊錢去控制呢? 而去搏這件事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說是沒有的 大家都想到啦,因為這麼大的市場 你要動它,你一定要放好多好多好多錢 那變成呢? 這個市場的公平性就出來了 即是新聞那些會影響,當然 但這些影響呢,是直接影響在圖表上面 是有一個即時的反應 即時反應 即時反應 這樣 就不是說有些什麼內幕啊 或者有些什麼消息是沒有人知道的 而影響到價格的,不是的 影響價格呢一定是一些市場上的一些 譬如新聞啊,一些因素 譬如政治因素啊 經濟因素啊 這叫基本面 即是看新聞,看報紙的 那我就做技術面多的 技術面是什麼呢? 技術面就是圖表 對啦,先放回來 對啦 圖表啦 對啦 對啦 這個是圖表 那這個 這個 網 網站 就是平時我用來看圖啊 出行程這個位置 那這個叫做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 你開來看啊那些就不用錢的 對啦 對啦 不需要 不一定需要錢才能看到的 這些東西 對啦 那你 進回這個什麼貨幣堆呢 譬如這些呢 你就可以看到那個價格的了 那我就 看開圖表去炒 對啦 那什麼看圖表呢 就是譬如 這裡之前有個位 上來啦 踩實了 那上升有個動力在這裡 譬如是可能 一些新聞輔助 或者是一個 純屬一個 價格的一個形態衝了上來 那下來這裡踩實了 那上來這裡呢 他當然這個1330 他上到這裡 那下來這位呢 他又踩實了1330 這裏踩一次 這裏又踩實了 OK 然後下到這裡 上來 又頂住了 這些就是 看圖 要看的東西了 你就是看 那些位置值得你參考 對啦 那然後很神奇地 這個位置踩實了 去到 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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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又踩實了 對啦 這個就是 匯市呀 金市呀 的好處 他很透明的 因為 全世界 炒的市場是大到幾萬億美金 而個個都在看這個市場呢 那變了 呃 就比較公平 對啦 比較公平 你會知道 你現在在市場的什麼位 而很怕會不會有個 莊家 或者怎樣進場 然後你的錢又輸了 那樣 你可以說 那個價格會跑得很快的 那可能是一些 大新聞啦 比如可能 射了一支導彈 或者特朗普說了他什麼 所以我建議你們放回一些 叫做 指選指 賺的位置 對啦 就是譬如 哦 你參考 這個底 現在去到這裏呢 好像上個禮拜 都要前幾天這樣 我叫大家拿貨的 拿貨這裡 對啦 那中吧 那不一定上的嘛 雖然 這個位置也是很firm 那不一定中的嘛 那這個位置會止選 就是穿了之前的一些低位 你會做回一個止選 那這個就是你的風險 這個就是你的風險 那這裏就是你的利潤 或者是這裏 對啦 這樣 對啦 那上到那裏呢 可以看這些位 對啦 再看一看這些位 他真的去這些位 這個位 他穿這個位 這些就是追渣 那這樣就上了去 對啦 就是這樣 我平時 是做一個圖表分析 然後去做 操作 對啦 對啦 那這是我 做trade 做trade很簡單的方式 對啦 很簡單的 譬如這個星期呢 我今天的行程都說了 是沒有什麼重大數據的 其實 沒有什麼重大數據的 沒有重大數據 就是什麼 就是價錢 不會突然之間 那除非啊 大家先說一下 除非有些什麼大新聞 這些是數據啊 我不會說沒有新聞的 是沒有可能的 我不知道特朗普什麼時候說話的 我不知道金正恩什麼時候說話的 我不知道金正恩什麼時候說話的 對啦 那沒有數據影響呢 譬如那些什麼就業數據啊 實業率那些呢 那些會影響會市的 這樣啦 那如果沒有數據的日子呢 對啦 那我們就看圖表了 對啦 那當然現在這裡踩實了 譬如這個位置踩實了 對啦 這個是1330 對啦 這樣啦 有沒有人不知道1330是什麼 有沒有人不知道這個價錢是代表什麼 對啦 如果有呢 大家可以 呃 打個問號 如果大家有人不知道這個價錢代表什麼 什麼叫 什麼叫現貨黃金啊 什麼叫倫敦金 什麼叫金價 對啦 那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打個問號 如果真的不明白 對啦 大家可以打個問號 對啦 對啦 那如果沒有呢 那 欸 OK 這個價錢呢 OK 有人就問好了 剛剛 對啦 那停一停 不要緊 對啦 那這個價錢呢 其實你可以說呢 一張黃金 先拿一張納片出來 對啦 這個價錢是 你看到是千多元 USD 那 首先呢 黃金呢 是 叫做XAUUSD OK USD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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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AU呢 其實是黃金那個 叫做 化學元素的那個名字 AU 然後它的價錢 對美元 對啦 所以這個貨幣對 叫做XAUUSD 那就是 譬如歐羅對美元 英鎊對美元 澳元對美元 啊 美元對日元 這些就是貨幣對 叫做 對啦 那黃金是這個的 OK 正常一張黃金期貨合約呢 其實是應該 嗯 加到兩個零的 那就是13萬多 那這個就是個時價 你可以叫做黃金 金市 呃 現貨金價的 市價 對了 那為什麼不是 13萬3千多 是1300元呢 那為什麼它只有四位數 不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呢 那就是因為呢 你貨幣金市呢 你是貨幣一個槓桿合約 就是叫做孖展 是的 嗯 理論上 概念上 你可以說 其實是 平台借錢給你炒 是的 OK 但是呢 現貨幣呢 是不需要補倉的 就是你輸一 譬如你一萬元本金美金 一萬元美金本 是的 你是輸了就輸了 你就不需要補的 是的 譬如你真是不幸運 你不止虧的 是的 我先說一聲 我是不會幫你們炒的 是的 所以你贏輸你要自己控制 你們自己炒的 是的 那其實這個合約呢 其實應該呢 你看看期貨合約 其實應該是 譬如是 剛剛是1335 那我現在開始呢 我用1300來做一個例子 1300 是的 1300 那正常一張合約呢 其實應該是加多兩個零的 在後面 或者加多兩個位 那就是13萬 13萬 這個是USD USD USD 那黃金呢 炒金呢 其實呢 跟匯市一樣呢 是有槓桿的 那就是其實你是用1%的錢呢 就是操作的 1% 那就是你在控制著 13萬的東西 這個叫做100倍槓桿 或者100倍 麻金 那就是其實跟匯市一樣 你都是用1%的錢呢 你就控制到13萬了 那換句話說呢 概念上 你的 思想上呢 可以想到 其實你的錢是多兩個位的 是的 那第二樣東西呢 這個就是為什麼它是1300元 不是 13萬 因為這個是槓桿的投資 是的 槓桿投資 就是贏你贏得多 你不只賺你贏很多 你不只選你輸很多 是的 那輸多少呢 那我現在就講 是的 那黃金呢 是用手數計的 是的 即譬如這些基本的東西 我分享會也會講的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 呃 報一下分享會吧 那分享會呢 就是 6月23號 6月23號 OK 6月23號 對了 6月23號 那我 呃 繼續講吧 是 那 那 一手 黃金 或者是 你可以下單下多少 1.0 呃 0.1 這樣 譬如 或者0.5 其實那個數字是沒有設定的 你0.15也可以 你0.25也可以 對了 那黃金是用手數計的 那手 OK 手 或者叫Lot 對了 OK 對了 一個Lot 一個Lot 或者一手 對了 之後 你也可以用這個Lot數去計的 對了 那什麼叫一手呢 一手就是怎樣呢 一手就是一張合約 對了 那變成呢 你在這個市場上面一手呢 就不是13萬 就不是13萬了 一手代表 你拿著1300元的一張合約 對 因為現在市價1300元的例子是 是不是 1300元 對 有沒有人不明白呢 現在你是做一個市價1300元的合約 對 即是市價13萬的叫做一個期貨 如果你做期貨 這個是現貨金來的 所以是減兩個位的 對 對 如果明白呢 可以打一個1字在下面 對 那我繼續說 對 即今天會教大家 怎樣 怎樣計算 賺虧 為什麼我會說 一日 目標可以幾百元美金 對 為什麼一日目標可以賺十幾二十個% 而不是 不是叫做 賭身家很危險 對 那我繼續說 如果大家明白的話 對 對 不用害羞 可以留言 沒什麼所謂 對 那 當現在是 1300元 市價1300元 那 你做一手的時候 當 OK 我有個比例的 我 現在全部是美金來的 打一個字 美金 美金 OK 那我的例子就是 嗯 美金 我做一手 不如關掉它 對 美金做一手呢 一萬元我就做一手 OK 每一萬呢 我才做一手的 每一萬呢 我才做一個Lock 或者是1.5 1.5 這樣 OK 那現在用一手來做例子 一萬 那做一手 什麼叫做一手 對 對 對 那 那 意思就是 OK 一萬元一手 這個是 例子來的 一萬元做一手 OK 那 那 你說 那 那 那 為什麼會可以有100倍槓桿呢 為什麼這麼好呢 可以用1300元就玩得了 就不用用13萬美金呢 對 為什麼1300呢 那 那 它就是呢 你要有一件事叫保證金 就是 押金 就是按金 你可以叫做 對 按金或者押金 對 那 這個就 你可以理解做Deposit 對 就是你用這件事 來換掉一個槓桿 那 實際操作上是怎樣呢 就是 我現在一萬元本 我做一手 那 我計算方法就是 一萬元-1300元 撐起你的 OK 不是扣走它的 撐住 對 撐起你的 OK 那 即是你現在呢 你就是 一萬元-1300元 你有八千七 可以再拿多一手 你可以用來 拿貨就可以 你用來浮動就可以 OK 那 這個保證金的概念 就是說 會撐了你 一張合約的錢 對 來 給你落這張單 對 給你落這手單 OK 那為什麼要撐呢 那換來什麼呢 對 為什麼不是直接做呢 對 那這個呢 就是那個槓桿的問題就出現了 為什麼要有一個槓桿給你呢 槓桿就是 你現在拿了一手 OK 剛才說的是 1300元 金價 金價 1300元 1300元 好像很剩 等一下 對 1300元金價 對 現在是 現在是 OK 那當 你做了一手 當你做了一手 你現在做了一手 那 1300元金價 它 講多一件 現在呢 買入價是這樣的 1300元Buy 那看一下你平台的點差多少 點差就是Buy和Sell中一個價錢 就像你買外幣一樣 黃金一樣的 現在你當5毫子點差 其實市場都差不多 公平的市場 對 OK 不是想你輸錢那些 想你贏錢的平台都是5毫子而已 其實5毫子滑 以下 對 叫做不加你點差 對 OK 那就1300元是Buy 對 那1295是Sell 那現在我們看 例子是拿貨的 那我現在就拿一手 拿一手 OK 這樣就拿起了1300元 對 每一元的升跌呢 就等於100元的了 對 市場 OK 然後現在打清楚一點 市場 每一元的 升跌 升跌等於100元 等於 帳戶 100元 那是甚麼呢 即是甚麼呢 其實 即是說 我現在1300元 我Buy 我買去升的 對 買升 OK 1300元買升 即是這個價 即是這個價 買升 買升 OK 那這個價錢買升呢 那 那 你被人留下了 1300元 首先 然後那些錢怎麼賺 賺多少 怎麼為之賺了錢 當 它 1300元 概念是 當你上到 1301 1301 那 是不是有這個 一元的水位 叫做 一元水位 那一元水位等於多少呢 就是等於你帳戶的 100元 對 這個是每一手計的 對 所以我全部用整數 因為你容易明白一點 對 對 那一元的 這個 差距 或者你叫做一元的利潤 對 對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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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利潤 那然後呢 你這個時間呢 你可以平倉 平倉 平倉就是什麼 平倉就是拿錢走 就是拿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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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現在拿著這張單 如果你變了 1302 呢 兩元利潤呢 你就會變了200 那你現在的戶口呢 是加緊 100元美金的 對 加100元的 那變成你浮動 你的淨值呢 賬戶的淨值呢 即玉下玉下的那個數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10,18 的 因為你賺了一元金 對 就是一元金 對 因為你賺了一元金 所以浮動 你可以拿的錢呢 是這個 你平倉就可以拿的了 是 是 你平倉就可以拿這個錢了 不好意思 這樣 那這個就是一個計算方法 那輸錢一樣的 輸錢一樣 正負一元等於一百 變成如果是1310呢 你就賺一千元的了 那就變成一萬一千美金了 是 那 護士金市有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彈性 是極度彈性的 你可以立刻按個按鈕就離場了 立刻按個按鈕就離場了 你不需要說股票等人接貨啊 又T加2啊 等等等等的 因為這個市場是T加0的 即時進入你的戶口 OK 那現在你上來這裡 或者它 我低位拿了貨 原來它爆到上去1310 OK 原來現價是1310 1310 有可能會發生的 絕對 因為每日波幅大概是8到12元金 那如果年價是310 你減你買入是1300 那你多少錢啊 10元金 對不對 這個錢也發生了 這個錢也發生了 錢也收拾了14元金 對 16啊 16元金 對 看了一些帖子都會知道的 對 那就等於10元金的水位 那你做一手 對 一手 那你就會賺 1000元金 對 這都很實在的 對 也都不是什麼很誇張的東西來的 對 對 那你就賺10%的了 那這個就1% 剩下10% 對 那你就會變成11000元金 如果你那個 你拿了利潤 譬如你設置了指賺是1310的 你就中了 如果它中了你就中了 對 那變成我們有時候指選呢 指選是3-4元 那3-4元就博10元 十幾元這樣 對 對 那贏輸也是這樣計的 都是一手 肉1元等於100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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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手 市場 政府1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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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一點來說 是 叫做 平倉價 平倉 平倉 減 買入 買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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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成為 聯繫 單位 再乘回首數 OK 乘回首數 對 那這個叫做 合約 單位 對 100 再乘回 首數 對 所以就是 131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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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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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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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著你 完全跟著你 完全跟著你 我不學的 我不想的 不是的 我最欣賞的是那些自己炒 又跟我討論的朋友啦 當然 那這裡跟著你 跟著你 不思考的 那我當然也會回答你的 但是 你不會認識啦 你不會認識啦 你不會認識的 真的 不要伸手啦 你伸手是沒用的 你伸手我會給你 當然 如果你給了錢 又怎樣 因為幫你賺錢的 都是1800元美金 1800元 我幫你賺1800元美金 你有10000元本 1800元一萬美金 OK 你的風險是 2300 幾百元風險 五六百風險 換1800元美金 我收你是 100幾200元一日港幣 那你做不做呢 那你自己想啦 無所謂的 即是你只做 你只開戶口炒 我無所謂的 那我就給你一點點方向 或者我會教你玩 但我就不會給行程禮的啦 即是大家開心見成 一齊賺錢 拉一下線 那平台呢 我就用MT4的 MT4 MT4是一個很多broker在上面開的平台 那這樣 它上面有不同broker的 即你可以說 你當它是一間超級市場 那譬如我用的broker在上面呢 就開了一個它的Logo 那它的平台就放了上去 那你就可以在App Store啊 那它在Android也可以下載的 那這樣吧 MT4 MT4是 什麼呢 其實不用 MT4 不用復習 MT4 這不是MT4 這個 MT4 這個 這個東西呢 不是我的 也不是屬於那個平台的 MT4這個蜜頭呢 是一間公司來的 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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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下載你自己的 然後找回 譬如你是我的客人 你想跟我 有這方面的交流呢 那我就 你用回我的平台 那你用回我用的平台 那平台那當然就好了 我沒有這個能力 是啦 那你在MT4那裡 你要搞你自己的平台呢 我想你要過百萬港幣 那每個月大概要幾萬港幣的 維護費啦 甚至更多啦 那些東西都越來越貴啦 那 MT4就是一間 基本上是最多人用的 Trade 外匯啦 或者Trade金的 平台啦 那MT5呢 雖然是都 出了幾年 但是都 不是說非常非常多人用 或者不是非常熱門 那始終 可能些人用開MT4 用了很多很多年 那樣咯 那你有iPhone啊 有Android啊 有iPad那些 那樣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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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哪個電腦呢 找不到一個 例如 我電腦 例如說 用Language問題 我用Chrome呢 開不了 就是這樣 開不了的 電話開到的 大家可以看BACFX 就是我用的 我用的平台 那如果大家想跟我學 叫做學 或者跟我交流 對 我們一起炒吧 那你首先第一步就是在這邊開個戶 那MT4基本上你就不用擔心什麼黑平台什麼什麼的 首先MT4要成立是不容易的 第二個難關就是你要上App Store去上架是不容易的 那日出入金也是香港出入金 然後就用MT4炒,你自己炒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重點 重點 大家可以不用離開 忘記了怎麼看 這架是市場跟很貼的 平台每個平台不同的 我剛才說BAC我用那個是其中一個平台 譬如你外國那些也叫其中一個平台 那譬如你看Trading View這個 36.2 Bloomberg36.4 就是報價一定有少少不同的 蠔子上啊 鮮的位置上啊 有些不同的 那這個是Bloomberg 那炒的也是炒這個價錢的 那你又炒一個全世界的市場 那我剛才想說的其實是 是 等等啊 B A 等等啊 全部顯示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啊 大家 XAUUSD 等等啊 這個是 MT4 MT4 這個是MT4 等等啊 這樣吧 PA Capital Group 你在MT4找到的 這樣吧 嗯 那你可以 打回你自己的 其實開戶呢 開戶你就是 你暫時是send資料給我開的 因為我呢 因為剛剛update了平台 我沒有回我那個叫經紀號 對 大家不要覺得很奇怪 因為如果你要 如果你是我的客人呢 你沒有經紀號呢 你是 我是幫不到你的 因為你不是我的客人 對 我也都不適合他幫你 對 也都不適合規矩 就是你不是我的客人 我就幫不到你 對 就是這樣吧 所以如果現在要開戶呢 我沒有經紀號的 號碼還沒有 所以你放不下去 因為你如果自己填方 你要擺我經紀號 例如是888 999 對 你要進去 然後你填你的資料 然後你交 然後你send 平台就收到的 平台就會send 發帖給你 對 那發帖給你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登入去你的MP4 對 MP4 B.A.CAPITAL 對 那我沒有展示別人的帳號 對 B.A.CAPITAL 對 這樣吧 這樣吧 其實是 圖表 對 一樣的 其實 一樣的 對 我剛才想說的那個 那件事就是 點叉 喏 點叉 剛才話說 這一集很長 那不要緊 大家 多學一下東西吧 沒什麼做 好 打遊戲 無無聊聊 對 對 5毫子 剛才說 對 那 檢測是什麼呢 檢測是 spread spread 是 正常呢 或者最 common呢 是0.5的 0.5的 0.5 5毫子 就是買 同買 差5毫子 對 就是我買呢 我要高5毫子買的 低呢 要低5毫子買的 那就沒有一個中間價 對 它一定是兩個價這樣出現的 對 對 OK 對 沒有打遊戲 不要緊 打遊戲也有 打遊戲也有出頭的 只不過 對 不要沉迷了 沉迷賺錢 好過沉迷打遊戲 我覺得 賺錢實際一點 對 那spread5毫子是基本 市場基本 比如你開一個 外面平台的demo 或者怎樣 現在多數都是0.4幾 0.5的 那這個會動的 可能是0.5的時候呢 你是0.55 或者0.52 不斷浮動的 好像現在這樣 你看到 5.5呢 跟2.7呢 是不斷動的 不會說 我45它就25 我50呢 它就0 不是這樣的 那這個叫點叉 就像跟你去旅行買外賣一樣的 這個是市價來的 市場 市場是哪裡呢 全世界嘛 全世界呢 就 會不斷動的了 你沒有辦法的了 對 那正常就0.5的 譬如英國有時候會0.4 那些 現在是0.4 因為它要 對 那有些Marketing的Promo 可能便宜一點點 那便宜一點有什麼好呢 便宜一點有什麼好呢 對 你呢 簡單一點來說 譬如你現在1300元拿的 那就是其實呢 你現在是 高過現價拿 其實可以理解做 現在你這個位拿呢 這個才是現價 你高了 你一入市是負5毫子 對了 對了 0.5 OK 那就是每組一手呢 1元等於100 那一入市是負50的 對了 你先不要覺得很大 先不要覺得很誇張 是這樣的 等於你去找換店買 別人吃你什麼 你便吃你的差價 對了 那為什麼你有時候說 那個Ray漂亮 那Ray不漂亮 就是他抹那個spread多大 那他抹你的spread大 他便賺你多一點 就是當是 原來spread1元 那你一入市 你要擲1元 那就是經紀吃你100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剛剛說錯了 經紀吃你50 因為base是50 0.5 就是50元 1元等於100 一手話說 1元等於100 那0.5就等於50 對 很清楚在這裏 講一次 裡面動1元等於戶口100 那如果市場的5毫子 就等於50 每一手計算 每一手 OK 對了 總之差價5毫子是很正常的 而我用的平台呢 是4毫子的 4毫子 好啊 越近就是 你門檻越小 就是當你現在 這裡有兩層的 我現在在這裏 5毫子呢 我就爬這裏 我就上了上一層的了 我這裏以上呢 我賺錢 OK 那然後呢 如果我 我抹你1毫子 1元 那你就在這裏 先break even 你入市呢 你不是減50的了 你一入市這樣 減1元的了 減100的了 一入市 那就是說 你的價錢 你上13101 你才賺錢 就是這樣的理解 這樣子的理解 對 你差價越小 你越炒得輕鬆 對 手續費一樣的 手續費這個概念 就是另一件事 就是你每一個trade裡面 當你現在這個價錢買吧 我裡面可以生成 我可以加你10元美金的 OK 就是我多加一毫子 總之有個位置叫commission commission Mt4裡面有的 對 那我 我找個位置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欸 神經病 不是這裡 不是Youtube 這個 這個 那 那 看一下 其餘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見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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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OK 對了 那這裡 剛剛 這是客人贏錢 那這個2700美金很小而已 做很少而已 對 那他都知道我會開他們分享一下 對 那其實呢 2點多am還在說話 就是 你有心學的我一定 叫做我一定分享 不要說我每次教你 跟你分享 對 那 那 他 其實他開始不多錢 對 開始不多錢的 開始還在教他怎樣設定單 對 對 這樣 開始是這樣 2613 你看到11號下單 11號來的 2613 對 那 下最低了 對 今天呢 是這樣 2740 那他多了一點 12號 他多了百多元 多了幾% 對 那他很有心學的 對 那有心學我一定會分享 手續費是這個 OK 手續費是這個 對 手續費 庫存 稅是沒有這件事的 OK 沒有的 沒有收這件事的 庫存費就是過夜利息 這也是一些額外的 不過我先說一下手續費 手續費呢 我可以加你一手十元的 那如果你這樣呢 我就是收了你 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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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可以加你的 就是 雖然說 如果我教你玩的 我收你一點點 很合理 是不是 但我沒有收的 因為我不收你 四頭子差價 我都有收入的 所以沒有關係 對 就是經紀會加的 其實 我想十個有九個都加的 是 我 就是 我不懂怎樣說 我不是那些 那麼喜歡賺自己的人 不是那些 那麼喜歡吹自己 挺厲害的 但我沒有加的 因為你容易贏一點 對 我可以加你十元一下 一手 一手十元 一手十元 你每出一手 我多了十元美金 其實挺好的 對 但我沒有加到 當這樣我又多了十五 我當多了一個半元美金 如果它斬兩單 平了 不理會它賺虧 OK 沒有加的 有呢 這裡有東西的 對 譬如台灣很流行做 這些 做金外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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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多數都加的 對 那大家可以 叫做了解多樣東西 對 那收入費 和 點叉呢 是兩樣東西來的 絕對是沒有關 就是叫做 不是同樣東西 欸 不理會 這裡 點叉 對 這裡四十幾點叉 43 原來43 就是4毫3 4毫3 對 4毫3 對 4毫3 對 這樣 對 這樣 對 就 點叉是這樣 會動的 可能40 可能38 可能40 可能50 不過應該就不會50 除非我設定你做50 對 那我就多賺一點點 但是呢 我就不搞這些東西 我不是這樣的 對 不需要了 對 那就 就 賺錢 小小地做 對 手數按比例的 不一定是一手的 0.1 0.11都可以的 0.12都可以的 你喜歡的 那 然後就 掛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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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Limit Buy Limit 就是怎樣用 Buy Limit 是 這樣用的 OK 我要這個位拿 我就Buy Limit 這個位是Sale Limit 這些再遲些交 對 那總之有一件事叫掛單 就是你不用盯著的 我最愛盯著的 其實我最愛盯著的 我最愛盯著的 我最愛盯著的 因為我 其實我 比較懶 懶的 我是不喜歡 就是 炮著的 也都沒有需要 甚至有些人很喜歡 很喜歡 炮那些五分鐘的圖 我是不是的 對 那 設架 掛單 做 現在還未到架 我是掛這個位置做 現在見到 1 2 3 3 5的 我掛這個位拿貨 OK 就是這樣 設置指選指形 之後都可以設的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呢 那就是 設置圖 聊聊聊 對 這樣 這樣 有時候 其實都不斷這樣說 對 有些甚至在洗澡也在說 對 或者我 對 總之在做什麼 洗車也在說 對 沒什麼特別的 對 你看到2點多 10點多 也在說 對 之後 1點多 也在說 其實 就是 叫做 講白一點 或者簡單一點 你是我的客人 我就教你 或者我就分享 你不是我的客人 我就跟你說笑一點 對 這樣 對 剛剛開始是這樣 11號 對 11號 對 11號 對 2680幾 對 那 就是 剛剛 就這樣 對 那 2780幾 暫時 那 就5% 你說你拿2千幾元美金出街 你可以賺5% 誰給你賺 不會 你去銀行 那些人叫你回家睡 對吧 沒可能的事 所以呢 你就要找些方法自己炒一下東西 對 我不是主張你炒很多 因為你炒很多 其實我沒有好處 對 你贏多一點才有好處 你不斷炒 不斷炒才有好處 你trade多一點 我ok的 但我不是想賺你收入費 對 對 也不是賺你什麼點叉 其實我是不ok的 這些東西的 對 因為不生氣多 其實說真的 我賺了一手10元 但你炒不到 那什麼位呢 然後你又哭 又找我 又叫救命 這樣 這樣 對 這樣 你要留意的是點叉 手續費 那 剛才還有一個是 庫存 庫存是什麼呢 庫存 就是說 你 合約 來的嘛 你借 你借平台錢的嘛 就是這樣說 借市場錢 不要說平台 平台不用借錢給你的 但你還找一個叫做 孖展交易 你在這裡借錢 叫做借錢 你用這個錢 可以控制這個 給你這樣的好處 那你當然要付少許利息 那一般來說呢 MT4會寫了多少利息 MT4會寫的 MT4你可以 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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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咦我真的忘記了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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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賦存費 對 對 一般拿呢 比負存費多 對 對 很有趣的 拿貨呢 拿手過夜 過夜應該是凌晨5點 每天結束 只是6至6 忘記了 那上下 這都不太重要 其實 對 因為你擺得過夜 你都過5、6點 除非你很晚 手工的 對 過夜是叫做結算的時間 5點 例如6點 視乎平台 對 那買單 就是拿貨 拿貨單 就一手是這個錢 沽貨呢 有識收的 對 有這個 正數 對 不過不一定有識收的 甚至沒有 你當沒有扣你息就算了 對 這些就很小事 那跟大家說回 這個一手來的 對 那怎樣開呢 就是Write 規格 那就有了 對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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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住 負存費 這個 對 就是這樣 對 對 每手合約 100 100 OK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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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4就是這樣 對 那 所以呢 它就會有負存費 對 這個就不是我收的 平台 就是市場收 對 這樣 平台 市場收 那 賺錢的東西 對 那 這個計是你可以賺多少錢 或者你 會不會去賺呢 對 那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想問呢 對 原來不上不下的 剛才一樣 133幾 那 那每天波幅呢 有眼看 8 左右 對 甚至8到12 我平時看 就 對 講上落波幅 就是這裡 其實那天都是這樣 10 都是 所以每天你拿到盡 你可以做兩轉 如果可以走得很漂亮 這個走得很漂亮 對 那就十幾元 那你不是的 這些位置的 低渣高菇呢 就是 10元 10多元 10元 8元 或者幾元 所以我怎麼說 每天目標500到800呢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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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每天目標就是這樣 對 嗯 大概就是這樣 對 對 多謝你先 對 多謝你 你說你開一下卡 那一起查一下吧 真的無所謂 對 最重要是你知道自己查為甚麼 不要好像有些人 叫做有些人 叫做有些人 有些朋友 買股票的 不懂得買 人叫你買好就買了 誰知道他一下來 人家走你走不及 就 就不知道坐到何時了 這個金市 匯市就不是 匯市你坐得不對 你拿得不對 現在原來他爆下去的 就在這裡設一張沽 就追回去 就是這樣 彈性的 也是T加0 即時trade的 即時圓的一單可以 在這裡我現在開火 有個大數據 出來 我搏這個數據的 它爆上去 在這裡爆上去 一分鐘爆上去 有的 絕對有的 這樣爆上去 我立刻斬 立刻賺錢 立刻出回戶口的錢 對了 那 你那天已經可以申請出金 出多少錢金了 對了 這樣 你可以這樣玩 但其實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人是這麼急 去出金 因為你能玩的 你都是一些 叫做 你承受到的錢來的 你不是說你借錢 借大二洞來炒 我是不需要你借錢炒的 你沒有錢就不要炒了 對了 就是這樣 那 我用了剛才的例子 那如果你 一手就可以 賺這些錢 可以賺這些錢 OK 一手可以賺這些錢 那你不行呢 你沒有一萬元美金 沒有幾筆東西 你就做五千 你就做四五萬 起步的 那有錢就扔些下去 扔多些下去炒 你就做多手數一點 對了 就是這樣 對了 就是這樣 嗯 即有些人說 要多少錢半才行啊 一百元港幣行不行啊 不行的 我們都不會幫你的 一百元港幣怎麼做 對 最少呢 最少叫做開到一張單 對 那你當五千美金啊 六千啊 七千啊 這樣 對 最少是這樣 對 那你很少也可以的 你做了辛苦的 對 這樣 對 那 那就 呃 每日 出一下行程 對 今天都是這樣 今天都是這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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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號 對 我說 因為我先升後跌的 所以我這樣說 上回去了 對 有渣體上面 對 對 那跌過呢 它動都不動的 頂著頂著的 對 唯有參考這些位置沽貨 如果剛才有沽呢 這裡都中的 對 這樣 這樣 對 這樣 進取 一三三八可以 空的 做沽的 一三三八 對 對 這裡 這裡 這裡多少呢 這個位置 別說得差那麼準 不要賺光 不可能 對 一三三八點幾 你沽呢 你沽下來 這裡 其實不多的 也沒有肉吃的 只有兩元而已 即是你一手沽下來 現在都是 應該賺兩百元美金左右 一千多元而已 對 對 那變成我是想拿 我說先聲後跌的 我是打算拿貨的 對 那我說靠這些位置拿 那結果 它應該就應該 不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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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力的了 應該 就說不定 它真的 這麼乖 在這些位置踩著 對 那就變了 你要在 你可以在這些位置參考 拿一拿 那些位置 比如這位 這麼多位 頂固 那下來的人 都會考慮 不如不要穿 不如玩個反彈 上回去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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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這個應該是下來的 你看到 它那個 moving average 是靠差的 可能會少少地下 對 不過 沒有人知道的 我也不會知道 怎樣的 對 就是 投資也是 雖然我說 技術分析是有它的用處 有它的用處 絕對 也有它賺錢的能力 對 這裡低位 這裡 這裡支持 這裡變了阻力 對 這裡支持 這裡是支持 下來它就變了阻力 衝回去 應該會 那不是必贏的 雖然 叫做我贏了 還是認一下 贏了這麼多次 對 都是正增長 這個月 對 現在都13號 對 那不多 我想這個月尾可能 30% 對 安全地做 對 對 你這樣做 它還有87元去浮動 一皮 減13 一手 87元 動1元也要100 贏輸100 那一動87元 那就輸了8000呎 如果你不止蝕 但是你看它有沒有收過87元 沒有 這麼多人 每87元的一天一下 一天最多十多名 對 這樣 主要是這樣 對 對 那 那就 暫時是 這樣 當然 不是必贏的 對 就算我給你料理也不是必贏的 但是你起碼不會亂做 你不會這個位置 不如我拿貨 沒有point 最有趣是你找一個原因來做 然後你賺到錢 你玩什麼都是 你知道怎麼玩你才玩得厲害的 對 就是我又不是那些 什麼 花言巧語那些 我不需要 對 就是我全部都是說事實的 對 我不知道你買不買 或者你喜不喜歡我這種 直播的方式 甚至你喜不喜歡我的語氣 什麼什麼 對 那 譬如你看 就是 美元指數 DXY DXY 很神奇的 對 什麼叫 就是 很基本 很普通的 技術分析的方法 對 等等 看到嗎 看到嗎 這是什麼時候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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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 這張是四小事圖 OK 看四小事圖先 這條線是有之前拉的 有之前上台的圖來的 這樣 踩著 再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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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事來的 現在的事來的 看到嗎 其實很多字在裡面 踩著 對 一年前的 現在還可以的 一年前的 現在還可以的 對 是不是吹水呢 不是 你可以參考 那 日線圖一樣的 日線圖一樣的 自己看 就是 我常常說 喂 你一天賺幾百美金 是不是 卡的 你怎麼這麼說的 不要騙我啦 玩金給我贏錢 不要傻啦 你不懂 說真的 你又卡 不過我當然不會這麼說 說笑話 這樣 你拉條線上來 是這樣的 你低位就做 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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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其實都不用的 你可以在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樣的 這位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嘍 嘍 有些人這樣看 就這樣拉 這三個 嘍 它很神奇 你又貼在一起 發夢 不是發夢 真的 一八年 五月三 五月中 剛才那個位 嘍 嘍 嘍 有些人撐不住 就去睡覺了 嘍 不過我講的 全部都幫到你 嘍 所以有些人說分享會 分享會收益 收益八百幾元 是不是卡的 是不是以為自己很厲害 那些 OK的 但是 你喜歡給就給嘍 你喜歡聽就聽 真心的 真心的 幫到你 有些用 嘍 嘍 嘍 看不見 這裡 上來 又下 是不是參考這位 上來又下 嘍 這個 上來又下 真心 有些人真的覺得 好 好夢幻 你怎麼可以 一日賺幾百元 你一皮就賺5百5% 我朋友做銀行的 不可能 一日賺5% 一個月賺50% 你不要騙人 拉出來 你不懂的 有心想 我不會爭論這些 對 我不會爭論這些 讓自己想 這些 是不是這樣做呢 你下來 是否重手沽呢 你可以 可以 你設定 有趣的地方就是這樣 可以駕 這張圖 雖然是美元指數 但都可以這樣看 這些位 你用來參考 現在在跌 金 其實應該在上去 當然 大方向是 當然不是 先看一下 2018年的12月 我不知道 可能 可能不是 可能不是 但是大方向是 會 是不是 金是正在升的 12月幾 12月幾 正在升 12月幾 正在升 18年12月幾 美元指數 12月幾 正在跌 這樣吧 看個trend follow the trend 好緊要 就是這樣 就是 你知道 或者你懂 這些 叫做 技量 技術 你絕對 有些 會幫到你一點點 對 對 我剛才說 看上車 放下面 有用 對 五百上十萬 我都 我問過 我想看是什麼 了 怎麼知道他收我錢 對 忘記了沒有玩 好像沒有玩過 因為不懂 不懂 那些 好像是馬來的 沒有玩 那些 那些不知道 那些 乘搭現金 那樣 我也沒有現金 我也沒有拿現金出來 現金 現金也沒有 真可憐 對 不是這樣 實際一點 好不好 他又不會說我怎麼炒 炒馬 他不會說我怎麼賭馬 他說他有個系統 我系統的光明正大 講出來 對 那收你百幾二百元一天 給點料理 一起玩 就不是我有個神秘系統的 沒有神秘系統的 系統就是一張圖 我不會沉迷的 除了對女朋友之外 真的不會 不會啦 昨天這個不錯 對 沒有用嗎 看圖 看圖有用 所以是終極 我是終極圖表派來的 對 對 對 不過 香港講外匯 不是講金 講外匯 就比較 很煩 他們被一些 道德 L足 我就不亂講外匯了 對 對 然後又說 你公司怎樣怎樣怎樣 你怎樣怎樣 那些 對 那 我就講金 對 講金就比較自由 因為金是全世界的東西 那你就管我 不拿到的 如果我要講的話 對 這樣 對 一樣 四小時圖 四小時圖 對 一 二 這裡是什麼時候 五月二號 你玩到五月二十一呢 五月二號 原來的東西 可以給你一些啟示 但是五月 所以我賺到Pi 就是這樣 因為很好做 五月 五月好做 對 可能我這個頂的 輸了 或者這個位輸了 這個位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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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裡 我忘記了 我好像是 這些位是 這個位 我這個位反彈的 然後它爆了我來的 那我輸了兩三分 走了 因為那天好像是 我忘記了是不是 我忘記了什麼日子 十幾號的 對 十幾號輸了 輸了一次 這樣 這樣 這裡你看 這裡有 這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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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通道 你看 這麼強的 你就放一個突破 突破 你不用說怎麼看的 其實 你看之前有些高 你放一些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要 你不一定要什麼 什麼分析的 說真的 你用常理去推斷 這個市場 太多人了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了 我只知道有多少錢 在這裏 你當五萬億美金 多不多 普拉多 有多少呢 最有錢的人 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全世界 叫做最有錢的名人 你會知道他的名字的人 有沒有人知道是誰 這個呢 最有錢的一個呢 就叫做 呃 呃 比索斯 Jeff Bezos,就是Amazon的老闆 他就是叫做出名的人,名人最有錢 他身家只有千多億美金 千多億美金 這個市場五萬多億,五萬多億 就是要50個給索斯,才能動到市場 沒錯,就是Amazon的朋友 沒錯,給索斯吧 就是,剛剛離譜分了,老婆分了很多億 不知道多少億 我沒有留意這個新聞,所以不記得 總之是 總之連他 他賣光了他的 net worth 所有剩值,他自己拿出來的錢 他都不動過市場 不是說,我給索斯,我要在這裡股貨的 全世界是一起 飛下去 不會的,他動不了的 這樣 對 金市就是一個這麼公平 這麼 自由 任你交易的位置 你看到嗎 這個是黃金四小時圖 對 這是一個底 這個底是什麼底 這也是的 1320 我又 1320 是甚麼位 我看一下一小時 1320就是那個圖的底 想像 一樣 這樣 這個是一個底 這是不是形態 很複雜嗎 真的 你有沒有心學 我不是一出生日吃的 就是我也是玩玩玩自己 原來我也有點心,有點心,有點概念 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這裡有這麼多頂頂頂住 這個假穿,假穿 這麼多位,現在就頂住了 所以不一定拿上來的,可能是菇來的 所以我就進取這位菇 所以拿菇做得的,今天正在動 那為什麼拿菇做得呢?經常說 不是,這位拿上來的 移動平均線是可以參考的 可以參考的 拿菇,日內都做得的 買上去買下 你這天的,你不是參考前的高低位嗎? 就是這樣而已 買的時候,你參考那天的最高最低位 對 但他一個半小時都說了很多東西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除了朋友Ryan之外 還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應該 應該沒有就差不多了 對 對 那我會放下他這集 就是一向都會 一向都會 大家可以看回 對 大家可以看回 對 寫小時圖這樣 對 合合你呢? 有沒有得玩? 有沒有得trade? 這裡有沒有得沽? 這裡有沒有得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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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 對 對 對 讓我認一下他厲害吧 絕對是 賺到錢 賺到錢 做人最辛苦的 怕是會不會賺到錢 對 這樣 對 先任你要自己畫的 你怎麼畫都可以的 對 就是這樣了 對 那 Ratrader 對 Ratrader 對 對 主要是這樣 那我給的價值 或者我提供的方式 就是這樣 你一齊炒 你一齊炒 我就給你一些料理 就是你用一個很便宜很便宜的價錢 一二百港幣一日 一起捉三四千元港幣一日 一兩萬港幣一日 對 我不管你金額多少的 對 這樣 那 其他東西就inbox了 那今天 差不多了 都 辛苦了大家 辛苦了自己 好 拜拜 那分享會再見